都不是 表达出是旺 不是真 真怎么样呢 真得默契 心不注意身 身也不注意心 这都从哪来的呀 身处何处起 心又处何处生 这叫 性空随缘随缘而不变 心本来不住身 大家读过《能源经》没有 心不在内 当然不在身体之内 也不在外 那在中间呢 心不住中间 在《能源经》是其受真心 八番显见 真心啊 心到哪儿在哪儿 心无不在 而无不在 真个妄 真妄就是你心里所显现的警戒相 但是他能做佛事啊 自在为情有 要人预料自三四切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寻藏 把上头所说的 终结了 说你要想知道 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祝福 不去观祝福 就观法界的性体 观性体 观法界性 一真法界性 一切为心脏 话死话是忘景啊 他不知道他的心呐 若观微心造 一切法都是心造的 心造的什么呢 你把它观成造成佛吧 能造成佛 不造望 不造众生 观照佛 常识入观照 观照什么 无念 无作 无作 你观这世界上的一些差别 什么是真佛呀 人家说 佛在灵散 莫远求 灵散在哪儿啊 灵散 只在乳心头 就说你心里就是了 你观你的心就好了 这就观法界性的 真如门 一切四切相 一念不觉 生三切 有念头 就生去细相了 不觉 外头这家警戒的缘 就长六出 这叫九相循环 就企业 业相 转相 现相 我自相 相续相 企业相 就造了种种的业 一造业还不受忘吗 就越转越出了 一造了业来 你跑不脱了 业细苦 业就把你细住了 就业细苦了 但是你一观法界性 这些都是微心所造的 希望苦都泄脱了 没有 现在你要做梦 怎么被人家捆绑了 你醒了 什么都没有 哪有这个事 这就入世 跟那一样的 关于法界的心 真如门 那有关法界的心 所造的生灭门 一个心真如 一个心生灭 都是一心 我跟他们拜颤本子 一心顶礼 一尊佛 一尊佛 一心顶礼 五十三佛 五十三个一心 还是一心 一个一心 达到一心 问题就解决了 这叫什么呢 微心实观 在华文经上叫法界观 但是随事就不同了 事实无奈了 这个是观真空绝相 绝结相 达到成佛了 但是这比较深了 这意思啊 我们会修的时候 不容易做得到 你平常你尝试心里的信念的时候 信念什么呢 先变真假 照真 断望 在你心所起念处 心里起心动念 这全是假的 只要一起念 念起 观的无念 那就是智慧了 那就是智慧了 那智慧了 所以徐普提问佛 云和住心 佛罗答了那么多 就告诉他 无住 心无所住 心还有住吗 无状 无住就无念 你已经达到疑心了 达到疑心了 这个记者就是这个意思 假使你要想 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祝福 要预料之 过去三次 一些祝福 那你观观法界性 这个法界性之之 观心真如门 这一心 什么都没有 行进来 那一些四间法 一些有性有性 乃至诸佛吧 眼睛诸佛 那微心造的 你不造 法界性 什么都不造 微是一心 知道了一切 都是微心造的 我心不造了 一念不起 得了什么也没有了 因为我们心里有生 有灭 有心里达到无神 住法无神 不自生 不从大生 你竟然这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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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上自然就消失了 无业可造的 能造的业的 亡了 那所造的业还存在吗 这华言颤法 有大生了意的颤法 我说颤罪怎么颤呢 他真的关心了 罪是都是心造的 心都没有了 谁来造罪 你这样子来经常念这个计算 念这个计算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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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你什么也不求了 也无求 也无得 求是得不到的 因此 常坐入是观 这不是你一辈子两辈子就成佛了 你相续不断 是观 永远不退 容猛不退 得发长远心 咱们总是计时间 计时间 计数字 念后面都还别 你念得多 我念得多 我一天念五万 你一天念三万 那你不是我了 他问你你怎么答复 你念得好多数字 那时候我无念 我没念 无念 后头下了一个加两个字 无念而念 无念的还是真念 念的时候 念就是无念 这不是语言 你思想想通了 达到这种境界了 无念而念 念即无念 无助而生心 无助而生什么心呢 无助是无生了 无念无助无生 这就是佛的境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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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到这种境界线 就没。。 都不知 这就是佛的境界线 High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